这儿呢我们要问一问 各位家里有孩子的观众 你们送孩子上学都给孩子拿啥呀 那一般不就带点什么书包啊饭盒啊 再有可能说带个跳绳带个剑子 我觉得其他我也想不出还能带点什么了 得带武器 近日呢云南惠泽火红香的家长们 送孩子上学呢都得手持武器 比如说棍棒镰刀就成了标配 就这个事情我跟你讲我知道啊 就那简直的啊 闻所未闻上下去还得这样来护驾着 可不嘛 这还不是都因为这扑猴闹头呢 这猴子一旦出手那可老狠了 孩子都受伤了 报上来的这个我们有反应的 就是六个六个人 完了以后有一个是伤得比较重 后面的几个就是抓伤 这个是因为就是他小孩子嘛 他手上是拿着吃的 这个猴子嘛他不敢抢大人 对他就看小孩子 看完这个片子啊真是感觉特别吓人啊 咱们说呢被伤的学生 大多呢都是在云南火红乡的尔泽山小学秀毒 伤口多位于孩子的头部或者面部 看上去非常的触目惊心啊 是看到这儿我们就要问了 说猴子袭击孩子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关于这个原因呢 现在暂时还不是那么清楚啊 但是咱们说猴子呢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动物 它们呢非常聪明 气愁报复性很强 比方说人类呢如果和猴子产生了过节 那可能就麻烦了 具体这些猴子为什么伤人现在呢还不得而知 12月5号根据云南惠泽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 共有4名小学生被抓伤或者是咬伤 7名小学生受到了惊吓 当地呢已经抽调人员专项处理 目前受伤人员已经治愈返校 而类似的事情呢在云南惠泽县的其他村子也发生过 当地呢也派人24小时驻守在学校来守护学校师生们的安全 也向周边的群众宣传了防范猴群骚扰的知识 还有国家野生动物保护的有关政策 在以后出没的沿线呢也设置了警示牌 提醒村民和行人注意安全 禁止斗饮投喂野生猴群 其实咱们说呢人和动物的和谐共处是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 但如何才能够实现 大家还得继续来摸索经验呀